离贵州黄果树瀑布 约30分钟的车程居然隐藏着一座 世外桃源般的村庄 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了 一千年是什么概念 那时我还没有出生 就有人隐居在这片人间仙境 这就是镇宁县高档千年 不宜古寨 踏入古寨 能体会到不宜楼中的 迎宾礼节蓝门酒 古老的不宜族石头屋 四周群山环绕 错落有致 强妙地融入了周围的自然环境 穿过古老的石板路 仿佛走进了一个时光隧道 回到了薄衣族人民淳朴的过去 站内的活动 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你可以欣赏到 薄衣族的特色歌舞表演 品尝薄衣族常桌宴 甚至还可以亲自参与到 他们的传统手工艺制作中 有时候在喧嚣的城市生活久了 总想找一个世外的清静之地 高档千年薄衣古寨 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无论是追逐历史的脚步 还是在追求新人寄托 来到高档村 也将是一次奇妙的旅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